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这个战略价值、战略军事价值永远行之有效 卡尔文心号访问越南的现港 是否因为中共的挖起令到美国和越南站在一起呢? 你看看这里讲到明 卡尔文心号已经在南海部署了 南海也是主要的繁忙的通道 也是很多国家的生命线 有六个国家就在南海有领土的主张 在这几年中共在南海大规模的田岛做基地 令到越南觉得担心 是否中国会威胁到越南呢? 越南就一定要找一个很可靠的靠山 去抗衡中共的嘛 现在在世界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就是美国的嘛 越南去找美国站在一起去抗衡中共是必然发生的事 你看看现在整个南海局势 南海中共主张这个九段线的嘛 九段线画到这样的嘛 现在六个国家表明我在南海都有领土的 越南在南海的控制的倒序是最多的 越南和中共的冲突往往在南海都会出现的嘛 冲突了 美国和越南曾经打过仗 越南和中共也曾经打过仗 对不对? 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 真的有永远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就是越南的安全 一定的 现港就是这里的 越南的中部 越南最出名的另一个港口叫金兰湾 叫军事基地 金兰湾在哪里呢? 金兰湾就在越南北部的北面 大概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金兰湾 看回金兰湾的资料呢 金兰湾在1960年南北越爆发越战的期间 南越政府曾经租用给美国用来做军事基地 美国也都在那里曾经进行全面的抗建 用过军事基地用来炸北越 即是空军 到1970年代中期中苏交往 越南就将金兰湾租给苏联 租用25年 用来控制东南亚及地区及沿海一带 去到1980年代 苏联进一步 对金兰湾进行抗建 令到金兰湾海军基地是苏联的海外最大的军事基地 最大的军事基地 你看回金兰湾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在这里 也都是南海的烟喉地方 金兰湾军事基地 海军基地 空军基地 用陆基已经差不多包围着整个南海了 所以战略价值极之高 对不对 你看回整个格局 你看回金兰湾这个地方 是两个超级大国都用过 美带用过 苏联用过 对不对 你看回相关报导 他说到苏联解之后 1992年 因为承计苏联的俄罗斯 因为财政的困难 他就不愿意给2亿美元的租金 2005年 2002年5月 俄罗斯的海军 就撤离金兰湾了 之后就传美国和中共 就有对这个基地产生兴趣 那越南表明了 2016年就表明了 越南贯彻的立场是不结文的 不与其他国家针对第三方的 他就说这个军事基地 就不会租给人 租给任何国家做军事基地 看回整个世界政治格局来说 又说回北面的北韩 北韩很流行在中共有重大的事件 事情发生或者会议发生的期间 很流行射射导弹 这次为什么没有呢 因为被制裁 原材料都进不到北韩 怎么做呢 甚至有些人说北韩的储备 用多个多月已经没有了 北韩已经放话 说明是很想和美国谈 在不切前提之下和美国谈 北韩这么渴求和美国谈 即是北韩的底牌已经出来了 又谈到一件事 如果北韩真的和美国谈好 就是北韩的任数 当你北韩也是北杰盟 北杰盟 越南也是北杰盟 但是受到一个威胁 一个国家安全的威胁 北杰盟 你可能真的会有倾向性 倾向了美帝 对吗 就算北韩倾向了美帝 这样證明现在整个架局 包围架局 中共包围北面有北韩 东面有台湾和日本 这个第一岛链 南面有越南 东面西面 西面 西面 就有印度 整个包围局面已经包含了 如果我曾经说过 如果第一岛链 如果越南倾向了美国 第一岛链 会不会去到越南 这样呢 这样 中共的军事部署 可能又有变化了 对不对 曾经我之前说过 越南会不会和美国在南海 建岛做一个军事基地 我撇除这件事 是不会做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有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已经是一个活动的军事基地 加上航空母艦的战斗群 加上航空母艦的战斗群 这样中共在南海田岛 有些中共的网民说 甚至中共内部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说 他说这个是不沉的航空母艦 田岛 是不沉的好不好 怎样不沉呢 你在和平时期 你还可以生存一下 如果你真的在一个 人家跟你宣战打仗之后 你的军事基地 已经被人知道在哪里了 你如果设立一个空军基地 甚至海军基地 必然会受到攻击的 必然受到攻击的 不用说了 你军事目标 全世界都是二战 二战都是 一打 就打你一定是军事目标 打你军事基地 你现在去到这个卫星时代 不用说 一打就一定掃你的卫星 掃你的卫星掃你的雷达 掃你的所有防空力量 跟着你没了制空权 你就等于任人如玉 你没得反抗 制空权很重要 制空权 制空权 现在不是说制空权 即空 即空 即空军的领域 不是说只是飞机 甚至预警的很简单 甚至是卫星 通讯卫星 美国的GPS 是卫星 美国的间谍卫星 对不对 行之右下 怎样部署 你看到现在整个军事架局 不用说了 南海肯定是一个火药库 即南海 中共的海军 跟美国或者越南的冲突 在南海冲突 必然 如果再推翻 再说一次 如果中共再一次 跟越共 在南海爆发冲突 越南就肯定斩钉截脱 即斩钉截脱 他就会倾向在美国那边 一倾向美国那边 你中共的危机 危机 就必然出现 你看看 越南跟中共打个仗在边境 如果一旦 美军在这里部署 一个军事基地 做一个叫做 杀德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 那你那个 就等于一个威胁 你想想 南韩部署杀德导弹防御系统 都令到中共和俄罗斯不满 但没办法去 南韩也都部署了 因为自身的安全 他一定会部署 那你现在你看看越南 也都部署了这个杀德导弹防御系统 整个格局围堵中共的格局 就必然出现 你中共越推你那个中国威胁论 你那个五毛 你那个中共党员越那么吹噓 那样 即是等于你中共的孤立 在世界被孤立的情况 必然会出现 甚至 所以 倾向美国的势头 也都必然会发生 是吧 所以现在整个格局来说 中共 已经 你看不到我有什么朋友 没有盟友 但你看看美国 你怎样搞什么 贸易 贸易战都好 他一定会有人站在美国那方面 因为特朗普 看穿了你中共 是玩不起这个 世界游戏 秩序 你现在还这么封闭 他只要一个变化 一个变化 世界这个变化 政治格局这么微妙的变化 你中共呢 中共 就一定玩完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